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1月3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习近平的含混信息让投资者对中国保持警惕 彭博社 中国政府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发出的混杂信息 使得投资者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越来越谨慎 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努力吸引外资 同时加强对营商环境的控制,以确保自己的权利 这导致了目标的相互冲突,并使投资者感到困惑 最近,监管机构出台规则限制游戏内支出 并禁止激励游戏行业增加游戏时间的机制 导致腾讯等公司市值蒸发800亿美元 但当局随后解雇了该国游戏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 北京表示可能会审查这些规则 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商界领袖的对话显示 北京方面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混杂信息 正在让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 地方官员将经济增长放在次要地位 试图避免政治失误 导致去年对华外国直接投资的两项官方指标 跌至历史新低 由于中国转向更加极权主义的环境 许多高管对在中国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焦虑 中国工人的薪资出现创纪录的最大降幅 彭博社 中国主要城市工人的工资 经历了有纪录以来的最大降幅 表明该国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疲软的消费者信心 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38个主要城市新员工的平均工资较上年下降1.3% 至10420元1458美元 这已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 也是自2016年以来最长的下降期 北京工资下降2.7% 广州下降4.5% 该数据凸显了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 以及对该国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 它还表明房地产市场充满挑战 因为家庭由于收入前景不确定而推迟购房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仍然较低 自2022年COVID-19封锁以来 信心几乎没有改善 在中国紧张局势中 美国和菲律宾举行新的海上演习 彭博社 在与中国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之际 菲律宾和美国开始在南海进行为期两天的海上演习 演练内容包括通过演练 跨甲板演练 联合巡逻和固定翼飞行作业等 此前 两国于2016年停止联合巡逻 并于2021年11月恢复联合巡逻 菲律宾与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建立了房屋关系 以反击美国的联合巡逻 中国对争议海域的广泛主权声索 大选后 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鹰派军事压制 日本时报 无论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结果如何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都不太可能结束 中国将这次选举视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 并警告称 任何推动台湾独立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冲突 中国政府将愤怒集中在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身上 认为他是分裂分子 对于摩根大通和花旗来说 东盟比中国更有利可图 日经亚洲 Dealogic的数据显示 2023年 投资银行为东南亚客户提供债券和股票发行咨询服务收取的费用 比指导中国公司开展国际交易收取的费用还要多 这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IPO市场的火热 以及由于北京收紧境外上市规定 而导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需求疲软 2023年 除日本外的亚洲投资银行整体收入将从上一年的112亿美元下降至83.6亿美元 美国转向降息将为亚洲带来风险 日经亚洲 日经亚洲评论的威廉·佩塞克表示 如果美联储过早降息 亚洲市场可能会面临失望和通胀后果 该地区对出口的依赖使其容易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如果美联储的温和转向被证明是短暂的 亚洲也可能受到沉重打击 然而 美国加息的逆转可能会让该地区松一口气 尤其是中国和日本 北京将如何回应马尼拉的南海岛礁计划 南华早报 分析人士称 马尼拉批准资助在南海有争议的珊瑚礁上 建造永久性结构不太可能导致该地区全面升级 然而 中国警告说 如果菲律宾附和美国在该地区的挑衅行为 中国有许多计划予以回应 上个月 菲律宾国会拨款在有争议的礁石上修建永久性设施 但金额未公开 此举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谴责 北京和马尼拉之间因人爱交问题再度紧张 台湾称三个中国热气球飞越台湾 日本时报 据报道 三个中国气球周二飞越台湾岛 靠近一个空军基地 这是自上个月 台湾海峡出现一系列气球事件以来 台湾国防部首次报告此类活动 中国利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23年2月 美国击落了一个据称是中国监视气球的事件 凸显了这一点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之前 台湾目前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比亚迪将向经销商发放20亿元奖励 以帮助完成销售目标 美国雅虎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计划向其中国经销商发放价值数十亿元人民币的奖励 如果经销商在2023年实现销售目标 该公司将向经销商支付每辆车666元人民币93.17美元的费用 比亚迪当年销售了超过300万辆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预计将支付高达20亿元人民币2.79亿美元 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击败特斯拉 成为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销售主要集中在中国 百度向北京研究院捐赠量子计算实验室及设备 美国雅虎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计划向政府支持的机构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Bukis 捐赠一个量子计算实验室和设备 百度此举紧随阿里巴巴之后 阿里巴巴去年11月表示 作为更广泛的公司重组的一部分 将关闭其量子计算实验室和团队 并将其捐赠给浙江大学 百度于2018年成立了量子计算研究中心 而Bukis则于2017年 在领先学术机构的贡献下成立 这两个组织此前曾在量子研究领域进行过合作 下车时间到了吗 中国公交运营商考虑要求员工自主创业 南华早报 中国河南省一家国有公交公司发出通知 建议员工自主创业 郑州公交集团公告称 此举将进一步缓解集团经营和财务压力 尽管公交公司尚未正式做出裁员决定 但这一通知被视为变相裁员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就业市场、政府财政和经济前景的担忧 与此同时 中国公务员系统的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 有283万人申请了39,000个职位空缺 分析人士称 中国海军的两项重要军事任命反映了习近平的领土野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分析人士称 中国任命了新任国防部长 重点关注台湾问题 上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董军海军上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 在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中拥有丰富的经验 台湾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要任务 他的目标是复兴中国 并使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 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 尽管从未控制过台湾 但其目标是和平统一 不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控制该岛的可能性 董军上将与新任海军总司令胡忠宁上将的任命 反映了中国对台湾的关注 以及其在南海的军事能力 中国数据出口审批缓慢 企业陷入困境 金融时报 自新数据安全法出台以来 中国仅批准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数据出口申请 根据该法律 注册用户超过100万的公司 必须获得政府批准才能进行跨境数据传输 中国网络安全管理局 CAT尚未批准本地和国际企业 向海外发送数据的数千项请求 CAT需要在收到申请后 57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安全审查 但大多数公司要等待数月才能获得反馈 其中通常包括要求提供更多信息 比亚迪眼中的不是特斯拉 这是整个汽车行业 彭博社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已超越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乘用车生产商 2021年第四季度交付了52万6409辆汽车 而特斯拉的交付量为48万4507辆 比亚迪的总销量包括卡车 客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升至918807辆 文章称 比亚迪廉价的生产方式和对盈利能力的关注 导致股本回报率仅为个位数 并且投资资本回报率在主要汽车制造商中名列前茅 但文章称 比亚迪的增长速度太快了 11月份每售出一辆汽车 库存就有1.9一辆 报告称监管官员被免值 中国博彩股上涨 美国雅虎 据路透社报道 在中国罢免一名博彩监管官员后 中国博彩股的表现优于大盘 中正动难游戏指数早盘上涨3.1% 大盘下跌0.3% 华夏幸福的债券投资者仅获得部分付款 彭博社 据报道 华夏幸福美元债券的一些持有人 已收到债务重组协议中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付款的不到三分之一 参与境外债务重组的债权人 获得了约0.55%的本金 而建筑商则应偿还本金的1.8% 华夏幸福质地表示 延迟是由于技术问题造成的 这一消息凸显了一些中国建筑商 在重组后偿还债务方面面临的困境 尽管北京方面努力恢复房屋销售和平稳融资 北京安抚企业家的禁忌清单 由礼物、中介人和滥用权利 南华早报 北京发布了中国首个负面清单 以规范政府官员与企业家打交道的行为 该文件列出了十类不当行为 包括忽视企业需求、选择性执法和滥用权利 它还禁止官员接受礼物、中介、公司股份和带薪兼职工作 虽然此举是政府重振私营部门信心和刺激经济增长努力的一部分 但批评者认为 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市场准入、融资和公平竞争等问题 尽管工厂低迷 中国大宗商品需求仍保持弹性 彭博社 凯头宏观表示 最近的经济调查低估了中国的大宗商品消费 指出强劲的进口和中国对经济活动的评估 最新的工厂指标显示 该国制造商的前景仍然脆弱 12月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萎缩至6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然而 出厂价格的下降尚未削弱中国对大宗商品进口的兴趣 由于对北京采取措施支持经济的预期 近几个月大宗商品进口仍保持旺盛 凯头宏观预计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温和的周期性复苏 从而支撑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 中国以军事清洗结束2023年 对外政策 中国最近进行了军事清洗 其中9名高级将领被免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务 这被一些人视为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然而 军事清洗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共同特征 其目的往往是维护执政党对军队的控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 加大了军队内部的反腐败力度 最近的清洗可能是习近平控制军队努力的一部分 并确保其为台湾问题的潜在冲突 做好准备 火箭军内部的腐败 可能与房地产市场低迷或中国核武库扩张有关 其中涉及大量土地征用和潜在的腐败 从长远来看 军队内部的清理预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由于缺乏透明度和监督 腐败问题往往会重新浮出水面 最近的清洗可能会暂时影响解放军火箭军的效率 因为官员们变得谨慎以避免成为替罪羊 国防官员表示 中国对美国军机的不安全拦截已经减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对美国军机的不安全拦截有所减少 表明两国关系正在改善 美国国防部此前警告称 中美军机之间的不安全相遇事件激增 过去两年已发生180多起此类事件 然而自2023年10月以来 不安全拦截数量大幅下降 此后没有发生重大事件报告 最近不安全拦截的减少 并没有减轻对中国军事力量 和不断扩大的核武库的更广泛的担忧 蒙大拿州对阻止该州禁止TikTok使用的裁决 提出上诉 美国雅虎 蒙大拿州正在对美国法官 阻止该州禁止TikTok的决定 提出上诉 该禁令原定于1月1日生效 但因美国地区法官唐纳德·莫洛伊·Donald Malloy 在11月发布的初步禁令而停止 法官裁定该禁令违反宪法 并超越国家权力 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奥斯汀·克努森 已向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提交上诉通知 入透社称 中国在游戏规则遭到强烈反对后 解雇了高级官员 彭博社 由于对严厉的新规定的强烈反对 北京已经解除了 负责监管中国游戏业的高级官员冯世新的职务 据姓冯的离职与该规定的发布有关 该规定引发了包括腾讯控股和网易在内的 主要科技股800亿美元的抛售 此后 游戏监管机构国家新闻出版署 承诺审查其更具争议性的规定 包括限制游戏内支出 冯代表他的机构 参加了过去讨论监管工作的活动 人们将游戏限制 与2021年科技行业的打击进行比较 中国针对友好媒体和外交官讲述新疆故事 半岛电视台 记者奥尔西 贾泽西 在2019年初认为 有关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是谎言 中国政府本身强烈否认这些指控 承认这些营地的存在 但将其描述为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 所必须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为了亲眼目睹真相 贾泽西联系了中国驻蒂拉纳大使馆 询问访问新疆的事宜 很快 他就被邀请参加一个 由主要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外国记者组成的媒体之旅 并于2019年8月初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 但他很快发现 捍卫中国叙事是一项比他预想的 要困难得多的任务 在新疆的最初几天 他和其他外国记者不得不听中国官员 关于该地区及其人民的历史的一系列讲座 他们将新疆的原住民描绘成移民 将伊斯兰教描绘成对该地区来说 是外来的宗教 贾泽西说 这是不正确的 其中一位告诉我 他不再是穆斯林 他现在相信科学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贾泽西与随行的中国官员对峙 我告诉他们 他们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贾泽西说 这些互动导致了贾泽西和一些中国主持人之间的争吵 当他最终离开新疆时 他深感震惊 他本以为自己要揭露西方的谎言 但他却亲眼目睹了大规模的压迫 我看到的是从新疆消灭伊斯兰教的企图 他说美国投资者回避的受制裁股票 是中国基金表现最好的股票 南华早报 因美国制裁而被外国投资者回避的中国股票 可能会在美国大选年为境内基金带来盈利 中芯国际 中海油 360安全科技和中国移动等受制裁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股票 去年在境内市场上涨了15%至147% 一方达资产管理公司和华夏基金管理的境内基金 在2023年因持有这些股票而获利 去年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失去动力 外国基金从中国境内股票市场撤资28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是在下半年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一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ubrief.com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Elofome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